CED写好快之后,现在我们来将写好快的CED导入我们的MAX软件进行位置的摆放和对齐 打开我们的MAX软件,同样的要对它进行设置 单位的统一 在每次制作的时候,记得要检查一下 它的捕捉,然后它的一些夹角,根据自己平时的习惯来进行设置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导入 首先我们同样的先导入我们的平面 找到我们写好快的文件夹,在这里平面 对它进行成组 归零 层进行管理 可以将它冻结起来 再来导入我们的立面,可以先导入我们的正立面 选中 对齐的差不多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旋转,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然后将它们放在统一的水平线 然后将它们放在统一的水平线上 冻结隐藏 导入我们的背立面 选中 选中 层组 归零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将它的外面回廊的边缘进行对齐 或是柱子进行一个对齐 大概对齐之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同样的进行层的管理 冻结隐藏起来 在这里,我们为了确保它的正立面和背立面对齐 我们可以将它们两个全部取消隐藏 来看一下,在没有对齐的地方进行对齐 我们可以将背立面调整一下 进行一下对齐 基本对齐之后,就将它们全部隐藏起来 然后再来导入我们的侧立面 同样的,我们是在对齐它楼梯的位置 在这里觉得比较好对齐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对齐 对齐好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柱子来看 它大个位置基本差不多 然后对它进行一次旋转 摆放好位置 因为它左右是一样的,所以只用导入一张CED就可以了 冻结,隐藏起来 最后我们要来导入我们的玻璃面 选中 层主 在这里同样的用楼梯的位置 来进行一个对齐 大概对齐之后进行旋转 然后层的管理 然后层的管理 导入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取消它的隐藏力面进行建模 现在我们来开始制作我们的模型 首先我们要来绘制这个寺庙的基座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基座 我们可以通过前视图 或者是我们的顶视图来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前视图来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厚度的挤出 在这里我们大概能看到它的正立面和侧立面的高度有一点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暂时先不理会 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挤出的时候我们要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长度 看一下 1517 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高度有点不一样 然后有了台阶之后 有它这个基座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它的台阶 在这里我们直接从顶视图上来进行一个绘制 或是从我们的侧立面进行绘制也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侧立面和它的正立面高度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通过它的正立面来进行绘制 首先我们绘制高一点的这一部分 对它进行一个厚度的挤出 可能是300 然后再来挤旁边的这一个 可以直接挤出 150 180 有一个210的台阶高度 在这里可能有一点高 它的这个台阶 所以我们看 是要遵循它的哪一个立面来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就暂时根据它的正立面来进行绘制 可能它的笔列有一些错误 然后对它们更改材质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 在它的台阶两边 应该是有一个斜着的护栏 在这里我们看到侧立面上 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有直接来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通过顶视图来进行绘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挤出 可能有600左右 测量一下 然后对它转换为一个可编辑的网格 调整一下它的点 我们可以将这个点调到我们的这个位置 让它形成一个斜面 这样我们就把旁边台阶的护栏做好了 然后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更改一个材质 基座 基座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绘制一下它上面的这些物体 柱子的地方 我们可以现在绘制 也可以之后再绘制 因为它在一个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回廊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里面 把墙体先建起来 之后再来绘制柱子 也可以现在把柱子做了 然后再来绘制里面的墙体 在这里我选择先做里面的墙体 因为不然到时候柱子对墙体会有一些遮挡 首先我们先来建这一面墙体 我们先随机的画一个矩形 在我们能看得到的范围内 然后通过它的顶次图来调整一下墙体的位置 将它转化为可编辑 样条线 对它的点进行调整 这边同样的 调整好的点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门动的开动 在这里我们先暂时画一下 然后再来调点 画好之后 我们来调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在CAD上再来观察一下 它上面还有一个像窗户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将洞开出来 在这里我们先暂时画一下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 再来调整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彻底面上我们将它们摆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来观察一下它的强体的一个高度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强体高度是它飞延 然后也是它的瓦片翘起来之后的一个大概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在彻底面上来进行观察 在彻底面上同样的它也被我们的瓦给挡住了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刚刚倒进来的剖利面 我们将我们的彻底面进行隐藏 然后将剖利面取消隐藏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它的瓦是顺着我们的这个 很多柱子的上沿顺着这样的 我们的墙体的高度刚刚只画到了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墙体还应该往上升 同样的在CED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观察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瓦的位置是刚刚我说的 架在柱子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的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垫进行一下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制作它的门 在制作门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的旁边还有一个门框 我们首先来绘制一下这个门框 挤出100 摆放一下它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墙体 好像有一些线没叠好 我们需要待会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这个门 在古建的门的制作上有很多的讲究 有时候场景太大 它门上的出现的面和点太多 会影响整个场景的一个操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门是要简单的 绘制一下就可以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贴图 然后有时候它会做的比较精致一些 将上面的所有的镂空的花纹都进行制作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制作 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制作 那么這就是这种它封面的东西 来건它是有点小的 如果就是魔术就能做 我们整个输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背图 那这里不知道